你知道2024年热门单机游戏有哪些吗? 单机游戏有着庞大的玩家群体,其不需要连接网络就能够单人游玩。 细说小编带来了一份2024年单机游戏排行榜单,一起来了解下一黑神话,悟空。 黑神话,悟空是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背景的动作角色扮演单机游戏, 被誉为中国3N游戏的开山之作,也是2024年最火的单机游戏。 其故事取材于名著西游记,玩家将扮演一位天命人未探寻西日传说的真相, 踏上一条充满惊奇与危险的西游之路。 本作已获得2023年科隆国际游戏展最佳视觉效果奖, 官宣定当2024年8月20日发售,同步上线PCPS5、Xbox平台两龙之星条2。 龙之星条2是一款动作类角色扮演单机游戏, 于2024年3月22日在PCPS5和XSX平台同步发售, 支持DLSS三针生成和光追技术。 值得细说小编一提的是本作《世纪鬼器5》之后, 又一款由神谷幽斗担任监督的角色扮演游戏。 本作将带领玩家们进入一个充满魔法的神秘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体验到各种惊险刺激的任务和挑战。 三,最终幻想16,最终幻想16,Final Fantasy XV,是该系列的第16部作品。 于2023年6月22日正式登陆主机平台PS5, 到2024年仍是一款备受好评的热门单机游戏, 以荣获TGA最佳角色扮演游戏提名最佳叙事提名。 知名媒体数毛社Digital Foundry评价称, 本作体验近乎完美以全新的世界。 角色和战斗为玩家带来了丰富的冒险体验, 展现了开发者的高超技术水平和艺术创意。 四,《漫威蜘蛛侠2》2024单机游戏推荐《漫威蜘蛛侠2》。 这是近年来最知名的改变游戏系列, 其极度还原的IP设定, 依托于PS5所呈现出的精致画质与剧情演出, 以及建立在成熟技术之上的爽快打斗, 让广大玩家们都全身心地沉浸在了游戏之中。 本作已入选《时代》杂志2023年10家游戏, 获得2024年第27届DICE游戏大奖9项提名。 2023年TGA大奖7项提名5G战佣兵VI境界天火。 G战佣兵VI境界天火集, 装甲核心6是一款电脑单机游戏, 同时已登陆PS5、PS4和Xbox平台, 由日本知名开发商From Software制作, 万代南梦宫发行, 游戏以From Software累积, 数年的机甲游戏技术为基础, 提供给玩家突破性的游戏体验, 以荣获TGA2023最佳动作游戏奖。 游戏已被美国SAC评为TG, 适合青少年13岁以上人群游玩六古龙风银路。 古龙风银路是河洛工作时开发的一款武侠题材, 角色扮演类电脑单机游戏。 2024年2月1日在Steam UV Game正式上线, 官方介绍称古龙风银路, 已得到古龙先生的57部全作品授权, 由有超70小时的单周目体验100万字的剧情演出, 相帅储留箱小李飞刀李循欢, 四条美貌路小缝, 这些独属于古龙的江湖豪侠, 都会在本作中与玩家见面, 其皮克敏4, 皮克敏4由任天堂制作并发行, 是广受好评的战略游戏, 皮克敏系列的第四部主要作品, 也是全系列第五部游戏, 支持反简中文已入选2024年单机游戏排行榜, 任天堂财报数据显示, 皮克敏4是该系列中最畅销的游戏, 早在2023年底全球销量便超过了261万份, 本作的游戏难度虽然有些简单, 但全新的机制为过去传统, 的玩法增添了一些多样性仍值得体验, 八兆银传,云瀚腾龙, 兆银传,云瀚腾龙是一款买断制ARPG单机游戏, 由2001年兆银传原核心团队人员全新制作, 于2024年1月18日登陆Steam平台, 游戏采用实时战斗模式玩家将扮演三国名将兆银, 经历他从家乡走向乱世, 跟随信念成名千古的历程, 游戏中设有完整的枪戏, 剑戏剑戏和骑戏技能系统, 玩家能够灵活切换武器进行连招, 在战场上实现突刺9影之认灵, 影之认灵是一款黑暗武侠题材, 第三人称动作冒险的热门单机游戏, 由林游方自主研发及发行使用虚幻引擎武打造, ChinaJoy 2023展会上, 开发商宣布实玩demo计划于2024年推出, 届时还会有更多实际演示, 制作人表示该游戏曾于2017年首次被提出, 但因预计开发成本过高, 一度被搁置直到2022年公司拥有了更强实力, 才正是立项, 实东方弹幕神乐, 失落幻想东方弹幕神乐, 失落幻想实际成了2022年停止服务的手游, 东方弹幕神乐中的曲目和插图, 重新制作而成的单机版, 登陆Steam的时间是在2024年2月8日, 游戏有两种节奏游戏体验在神乐舞台, 和弹幕舞台的两种模式中享受弹幕神乐的世界, 玩家通过收集记忆结晶预魂卡, 皆是被毁灭的幻想箱的真相。